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根廷对阵尼日利亚 本场比赛对于阿根廷来说是一场生死战 如果赢不下这场比赛 那么阿根廷将也会结束本届世界的征程 而在前两场的比赛中 梅西的发挥也是备受争议 本场比赛开始后 阿根廷也是让人看得十分揪心 特别是阿根廷的后场失误不断 其中马斯切拉诺的一脚回传球 更是出现了很大的失误 被对手在前场直接拿到球 幸好自己回房弥补了过失 在比赛来到第十四分钟的时候 梅西打进了本进世界杯的第一例进球 把那家给出一记长传球 直接传到进区里右侧 梅西快速插上右脚爆射得分 熟悉的梅西回来了 在打进这个球后 梅西也是十分的激动 而梅西的一亭一带一射堪称世界级 这样的表现谁还说他不如C罗 这个时候 全场的阿根廷也是瞬间进入了高潮 自己的球队领袖梅西终于进球了 他一扫前两场比赛的阴霾 而这个时候镜头也是给到了场边的马拉多纳 马拉多纳也是十分的兴奋 看台上的马拉多纳激情庆祝 每场比赛老马都会到现场为阿根廷加油 而本场比赛阿根廷在赛前也是创造了一个世界杯记录 阿根廷队的首发平均年龄为30岁一 89天 这也创造了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 平均年龄最大的首发阵容 马拉多纳看台庆祝